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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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代表中央大學 歡迎大家在週末午後來到這裡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進來以後應該覺得這裡還滿溫暖的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朱慶奇 是這個佳日科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在這邊還是要特別謝謝國會跟中央大學 非常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可以讓各位朋友在每個週末都在這邊 有一個科學的饗宴 跟很有趣的科學遊戲 或者是很多動手做的體驗 今天算是我們佳日科學廣場 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怎麼說呢 過去我們的所有佳日科學廣場的活動 比較偏重就是 比如說有物理的 以物理為主 因為本身是物理系 好 那慢慢的我們在這個學期 我們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參與我們的活動 我們有加入比如說數學的東西進來 我們有物理的 有數學的 我們下個禮拜還有天文的 然後之前我們也談過生物 那就是我們希望盡量把科學的每一個面向都帶到 但是有一個領域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引進就是純的化學的部分 那非常開心 今天我們終於請到我們自己本校的化學系教授 廖他明廖教授 他會為我們主持第一場佳日科學廣場的 純粹以化學為主題的一場這個活動 那各位我不曉得你們看到今天的題目叫 酸性吃多少啊 你們會想到什麼 其實常說我們我們想到的酸性可能就是 喔有有我聽到醋對不對 還有呢還有什麼 檸檬 檸檬還有 酸魚啊 對對對 所以這時候就不能瀟灑不撐傘 那個酸魚還是對生理不好 所以我們對酸性喔 大概都有一些自己的經驗跟想法 然後呢我們也常常在廣告上面聽到一些 我們好像似是而非 好像懂可是不一定真的懂的那些重要名詞 然後你也不知道 那個廣告效果還是真的有科學的原理在後面 什麼 弱酸啊 然後對你的皮膚比較好啦 或什麼的 這類的東西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後他說他這個東西是中性的 可以怎麼驗證他是中性 中性到底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非常開心今天有第一場的這個化學的這個活動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廖昌林教授 廖昌林教授非常有趣喔 他的經歷喔 我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廖昌林教授是我們自己本校培養出來的這個學者 專家 然後他的比較有趣的經歷是說 他後來是到這個中學去 然後也在離間的這個產業服務過 所以資歷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但是他實在是太熱愛這個教育了 所以我們就特別把廖教授 再聘回來本校 然後做我們學校的這個大學的算是 也是一個教學改進的這個工作 所以說我們非常榮幸 今天有這個機會邀請到廖教授來為我們主持 第一場的化學為主的這個加熱科學廣場 那我們現在就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廖教授 謝謝 謝謝 謝謝朱教授的介紹 來各位家長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每一位介紹說 我們今天是做第一次的化學的加熱科學廣場 那各位有沒有先拿到你們的講義跟實驗一 因為我們待會不會在這個地方做實驗 我們待會我講完以後 我們會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介紹完了以後我會請助教 這邊有三位助教在我的右手邊 然後有三位助教在我的左手邊 那我會我都會分配 然後讓他們帶著家長還有小朋友 到我們的化學系的實驗室去做實驗 然後到時候就要穿著這個實驗衣 然後那有一些注意事項 待會也拜託家長一起 還有跟小朋友一起配合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跟各位介紹的 請各位看旁邊的投影片 我們是叫酸性之多少 酸性之多少 那這個東西 這一個實在就是很明顯 就是看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說酸跟酸的到底有多酸 那我們一般來講酸是什麼 剛剛有同學講說 剛剛有小朋友說酸就是有醋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我們用的水果醋 看到這是水果醋 包含檸檬 包含檸檬 還有這個是怎麼樣 我們在洗廁所的鹽酸 那這些來講 那這個都是屬於酸的部分 那另外除了酸的部分之外 那我們還有一個是怎麼樣 酸的相對的部分 各位小朋友有沒有聽過什麼 他的什麼我們胃酸過多 所以要吃什麼什麼什麼 牆胃散 其事實上都是什麼 這一些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酸的相對 我們稱為鹽 各位這樣子 小朋友有沒有概念了 那這些鹽來包含 我們像做麵包的小蘇打粉 在這地方做麵包的小蘇打粉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 像這個圓形的這個是什麼 我們的胃乳片 吃的胃乳片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 工業上面常用的輕氧化鈉 這些都是屬於鹽 那它都是酸的相對 那酸跟鹽在這個地方來講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請同學 請每一個小朋友 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一般我們酸的時候都會有酸味 可是你們不要拿舌頭來自己去嘗試 有些會把舌頭 會腐蝕掉你們的舌頭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不要去試 千萬不要試 那酸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請小朋友特別看一下這邊 我們所有的酸一定會有一個氫 一定會有氫 它在這個地方融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們水是不是一個氧兩個氫 融在水裡面的時候會產生這樣的結構 只要有這樣的東西就是酸 就這麼簡單 那可能小朋友一開始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可以體會 不過老師在跟同學 在提醒你們在這個地方來講 只要這個酸跑到水上面來 變成這樣的角錐形的結構 我們就稱為它就是酸這樣子 那鹼是什麼東西也是一樣 什麼是鹼呢 鹼你用舌頭去藏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澀澀的 可是我先跟你講不要用舌頭去藏 那你有滑膩感 那是用手來去感受 請你們不要用舌頭跟手來感受 這是一般的一個情況 我只是提供給你們了解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鹼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情形 原來是水的地方 這個是不是原來是水 只要我把水的這個地方 水拿掉一個氫以後 只要裡面看到OH的這樣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鹼 就是所謂的鹼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很簡單的把酸鹼的地方 跟小朋友 跟各位家長還有小朋友來做個介紹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說酸性值多少的時候 剛剛朱老師在一開始介紹的時候說 我們要怎麼樣檢驗它多酸 到底是什麼是酸 什麼是鹼 用什麼方式 我們現在一般在廣告上也說PH值等於5.5 那個是不是PH值就是酸鹼值 就是用酸PH值來表示酸還是鹼 那請每一個小朋友要記住喔 酸是PH值小於7 我們就稱為酸性 PH值只要小於7就是酸性 那PH值越小就越酸 PH值越小就越酸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中性的時候 就是PH值等於7 PH值等於7是中性 那如果說是鹼性的時候 PH值就是大於7的時候是鹼性 抱歉 PH值大於7的時候就是鹼性 PH值越大的時候鹼性就越強 那這樣各位了解了嗎 好那我們來繼續 那我們一般生活中我就把它列出來說 我們一般的生活中裡面的酸 到底是哪些是酸它的PH值是多少 那胃酸來講PH值等於2 那這個時候你看檸檬PH值大概等於2 咖啡PH值等於5 那我們一般的蒸餾水PH值等於7 那我們身上流的血液是7.3到7.4 那肥皂水帶PH值等於10 若說你今天有通什麼通水管的什麼 那種通通什麼的 什麼熱這些東西 就是怎麼樣 PH值等於14 PH值14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減 所以你的手摸到都會都會燒傷的 那非常的危險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那PH值這個數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跟各位介紹 如果每PH值每減少1的時候 酸性增加10倍 那也就是減性減少10倍 因為酸跟減是相對的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PH值每增加1的時候 減性就增加10倍 因為相同的意思 酸性減少10倍 來我問小朋友一個問題 看一下 我們現在我們的檸檬 檸檬酸PH值來是2 咖啡是PH值等於5的時候 那比它酸幾倍 30倍 1000倍 1000倍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今天假設有PH值等於4的時候 4跟5來講 是不是4比5多10倍 對不對 那3又比4多10倍 是相成而不是相加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 所以說答案是1000倍 所以這個就不是開玩笑的了對不對 因為你等於說 所以我們胃酸的酸是很酸的 很酸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那個 我們把胃散吃進去的時候 中和胃酸的時候 也只是把中和胃酸的胃酸 降到PH值等於4左右 4左右 而不是真的把它變成7 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的問題就來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介紹酸性之多少 那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樣測量PH值 變成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個很準確的方式是說 我們在工業界 在學術界裡面 會常常用到這個東西 我們稱為PHG 那PHG來講是測量PH的儀器 可是這一台儀器其實蠻貴的 一般家庭也不可能會用到 不可能會用到 所以這個地方可是它有一個好處 它的準確度蠻高的 蠻高的 那接下來各位同學 各位家長還有小朋友 每一組都會有這樣一個圖 這樣一個圖 那我們現在是用什麼 用指示劑來做 在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指示劑是說 我可以測量PH值的這個試劑 可是它的一個缺點是說 我只能測一個範圍 我只能測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來講說 例如說我今天假設我選 這個假基紅的指示劑的時候 如果酸性的時候 它大概就會顯示出 紅色的 紅色 那如果說鹼性 不管是鹼性多少 不管是再強或是再弱的鹼性 它都顯示黃色 所以它只能顯示一個範圍 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確定說 這到底PH值多少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 等一下要做這個實驗是說 你有沒有別的辦法 還可以知道更準確的PH值 那我上面待會兒講義裡面 都會有提到這個東西 那我講到指示劑的時候 各位同學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在這邊可以看我做個示範 等一下我們的實驗室 都有這樣的東西 只是不會那麼大杯 我們用小杯的 因為大杯的時候 要是操作不當 裡面的東西會飛出來 這樣子 那我這邊我可以把它操作這樣 注意囉 這不是水彩知道嗎 所以這是什麼顏色 紅色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不是水彩喔 你不要說紅色加進去 水裡面就是紅色喔 不要不要搞 就是說這個不一樣 這不是水彩 如果這是水彩的話 紅色加進去就會紅色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 這個等一下每個每一組 都會有這樣的低管的東西 好 沒問題 這樣子 那各位同 各位家長還有小朋友 來看一下這地方 看到沒有變成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喔 變成黃色是什麼樣 今天所謂的黃色 我們今天只是一開始 我們的指示劑是紅色 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試劑是滴到裡面 它是會感受到它的PH值 然後PH值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黃色 那你就要對到說 今天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指示劑 就會是什麼樣的顏色 這樣子 好你看 我不管紅色滴多少下去 它都慢慢都會變黃 你有沒有看到 不管怎麼滴都是黃色 所以這不是水彩 這不就是不要搞錯了 好 那我們我請助教 不好意思 我請助教換一杯水 換一杯水 謝謝 那個在助教幫我換水的時候 請家長幫忙配 就是說待會要特別注意 我們每一個指示劑的時候 不要隨便混用 我們等一下那個低管的時候 低管的時候 放在那個放在桌上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需要這個乳膠頭 就把這個拿下來 然後把它放下來 那這個就是 這一個就是跟著它 然後再拿這個低管 這樣是乾淨的 你就不要混到 混到顏色就混在一起了 這樣知道嗎 其實拜託家長跟各位小朋友 一起 一起注意這件事情 那這個看起來也是紅色的 紅色的指示劑 也是指示劑這樣子 好問題 我現在不要告訴你 為什麼 我等一下要請你自己試 我等一下請你自己試 我不告訴你 就是上面我有四種指示劑 四種指示劑這樣子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來 朱老師不好意思 那我們再看喔 那我們請各位家長跟小朋友 一起看 這是紅色的囉 來 你看有綠色藍色 沒關係 你看看是 我今天這是水喔 那我今天水以後 它會滴上去 會變成什麼顏色的 你可以不會對的 這是不是帶在綠色藍色的地方 你看很奇怪吧 如果說是水彩的話 我今天滴下去 紅色就應該是紅色喔 就不是 它是怎麼樣 我今天紅色的東西滴下去是綠色 所以說 意思是說 今天的指示劑 是完全看PH值來決定它的顏色 這樣各位了解了嗎 好 朱老師謝謝 謝謝朱老師的幫忙 你看這個地方來講 明明是紅色的指示劑 然後我們滴到水裡面 就是什麼樣 藍色 藍色 綠色的這樣子 那我現在待會 我在那個地方會有四種指示劑 就是我們圖上的四種指示劑 待會我們會講 來 那個麻煩轉一下頭影片 轉成頭影片 來 謝謝 這個地方來講有四種指示劑 分別是瑞香草蘭 甲基虹 秀瑞香草蘭 還有芬泰 有四種指示劑 可是我去到那邊只有看到ABCD 我不告訴你它是什麼指示劑 要你們請你們去來怎麼樣 把它釋出來 那我裡面會給你們兩種東西 來 那我們說第一個 這是哪種指示劑 例如說我ABCD 有四種指示劑的時候 我請你們試 又怎麼 我有東西 我有ABCD四種指示劑 那包含有醋 還有小蘇打水來做測試 那醋就是酸性的 對不對 所以那你滴進去之後 說是紅色的 你大概就是怎麼樣 大概就不是芬泰了嘛 對不對 因為芬泰滴進去 酸性就應該是無色 對不對 用這樣的方式來判斷 所以各位小朋友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我第二個是說 今天我剛剛說 你們看到上面的指示劑 是不是只有一個範圍 沒有一個什麼樣 並 就是說我今天假設 我今天滴出來 滴出來的時候是藍色的時候 你能告訴我說它的PH 是等於多少嗎 你只能告訴我PH是大於7 或是大於8 對不對 你只能告訴我 我只能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 事實上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知道 我把這四個混在一起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請每一個都可以試試看 也一樣 我有酸有減 有酸有減這個範圍 這地方 那我們接著可以看一下 我們後面 請各位家長帶著小朋友 看看你們講義的 後面的一頁 後面的一頁的部分 這地方來講 我有一個實驗的步驟給你們 就照著實驗步驟做 這樣子 好嗎 好接下來 第三個部分是說 我們 這些東西都是化學的東西 那在家裡都不太容易買到 可是我們有什麼樣 事實上是有天然的指示劑 那天然的指示劑 我今天早上也請助教 幫我弄好了 然後等一下就請各位試做 可是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知道 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指示劑 回去自己來試試看 回去自己來試試看 這樣子 可是 我今天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天然的指示劑 在這個地方來講 在弱酸跟弱鹼 就是說 我們的醋啊 小蘇打它的顏色變化的不明顯 不明顯 所以在第三個實驗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 我會拿比較強的酸跟鹼來做實驗 可是比較強的酸跟鹼 對小朋友來講 就相對的比較危險 那我會請家長來 來負責來取這個東西 然後請那什麼 然後再來操作 以家長為主 那小朋友只要觀察就可以了 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在那個實驗 那接下來 那我們要用到什麼東西 我幫各位介紹一下 待會我們去到那邊 主要會用到這種形狀 左邊的形狀是燒杯 左邊的形狀叫燒杯 然後中間的這個地方 這種三角形的瓶子 這叫錐形瓶 然後我們還有會用到兩桶 這樣的就是要有刻度的 例如說我今天要10毫升 那我就今天要10cc 我就從這裡面倒10cc 或是用低管量10cc 這樣就OK 每一個家長帶著小朋友試試看 帶著小朋友試試看 那接下來請注意一些事情 拜託家長 因為我們這是第一次來操作化學實驗 我們為了大家的安全 所以我們都移到 化學實驗室去做 那旁邊都會有水槽 就是說基本上 今天操作的東西 包含這些東西都是安全的 除了強酸強鹼之外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那可是呢 為了再更安全起見 我們每一個來參加的成員 一定要穿著實驗衣 我們有發給你實驗衣 那我們看我們助教實驗衣 都已經穿好了 都像這樣子 然後我在裡面 我也會穿著實驗衣 我的實驗衣是藍色的實驗衣 那就說 那我會全場在走動 那家長跟小朋友任何問題 都可以隨時來問我 問你們那一組的助教 問我都OK 那如果到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有些大量的醋 小蘇打 強酸強鹼 要例如說一次要取50CC 這個量比較多的時候 我想請家長優先 請家長先幫忙取 然後小量再讓小朋友去試 基本上我們希望這樣子才安全 這樣子 那滴管不要混在一起用 我剛剛已經跟小朋友 還有家長都已經講過了 那最後的說 如果你的顏色覺得說觀察起來 不太方便 如果說你這個綠色 放在這個地方來講 感覺就怎麼樣 顏色可能不太好觀察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放在我們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這樣 每一個都有一個這樣 加熱攪拌的東西 下面就是白色的 你可以看到 就可以觀察顏色 可以觀察顏色 這樣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準備了 那接下來就說 你們是不是有分組 分組了嗎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分組的號碼 家庭為單位 對 家庭為單位 都是以家庭為單位 可是有沒有 第幾組 第幾組知不知道 這樣子 還是我們現在就分一下 剛剛我不是那個10-09分嗎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再 一般的習慣就是 1 2 3 4 5 6 因為我們那邊位置已經排好了 對 位置已經排好了 這樣子我那邊位置都排好了 沒關係 那我現在再拜託家長 跟小朋友一件事情 有兩件事情要配合 第一個是說 每做完一個實驗的時候 因為那個瓶子裡面 就怎麼樣 會有顏色的東西 那叫旁邊的水槽 把它沖乾淨 沖乾淨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器具 是一起共用的 所以你們這個東西洗乾淨 下一組就可以怎麼樣 很順利的再繼續使用 這是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那個實驗衣的部分 如果說今天到那邊 穿完以後 我們會再把它怎麼樣 請你們把它折好 放回原來的塑膠袋裡面 塑膠袋不要丟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要怎麼樣 都未來還是需要說 如果要送洗的時候 我們會統一拿去送洗 那如果說這樣 就是說這個是我們會去做的事情 就是為了確保以後 我們的活動 可以持續的這樣進行下去 那就謝謝各位配合 好不好 賴老師有分組 他們在那個名牌上面 名牌上面 您是第一 對 是一家人一起的 對 上面有號碼嗎 對 有號碼上 你的那個名字上面 事實上是有號碼的 來現在第一 第一二三組的麻煩舉一下手 跟著吳嘉慶助教 我們現在第一組先離開 跟著吳嘉慶助教到我們的實驗室去 OK 因為他們已經有眼鏡了 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就是怕沒有眼鏡的小朋友 這樣子 小的 你可以看那個這個 這個是用這個還是用5的 一百二十五的 一百二十五的 這是五十的 這一百二十五的 所以要找四 所以要 對對對 對這個裝進去 對 沒錯 所以它不可以滾釉 它是血液漿 那是一般的血流液 這叫醋酸一般的 對 沒錯 要先把稻20CC先各稻在這裡 對 沒錯 我們用這個稻 因為這個比較不好稻 我們用這個稻 所以用這個來 然後直接這樣稻進去 對 好 謝謝 大概20到30 大概50一半左右 對 對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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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50克度的一半就可以了 欸 那少一個 對 少一個 一開始要找喔 要找一下瓶子 對 這都對了 找對了 這都對了 那稻杯先把它倒到裡面去 倒100毫升裡面去 因為這才有 它才有口啊 它才好倒啊 你這個不好倒 不需要 直接倒 對 直接倒就可以了 來 我們先倒100進去 大約100 小心喔 小心喔 到這邊 先倒到燒杯裡面去 100 上面有刻度 看一下刻度 好 那這邊是不是只有50的刻度 你就倒到50刻度的一半 不要到50 因為我們要平均分 因為我們要平均分 四坪 四坪在裡面去 50的一半 這樣子 來 25 這邊OK了嗎 來 預約幫忙那一組 這樣子 到時候也請朱老師看一下說有什麼到時候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這樣做 看看有什麼地方下次要可以改改善的這樣子 因為我的步驟通通寫在講義裡面 然後你講義 那他們只要照著講義做 基本上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嗯 基本上不會 他們對一般民道而言 可能你是做一步 他做一步會比較 對 他們可以跟得上 你寫成文字 他常常會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我就說才要派 助教在旁邊協助 如果我看這些助教 我剛剛有特別跟他們講 他們要主動協助 他說有啊 我站在這裡看 那個比較主動協助 那當然 當然 他們還 還 還太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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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比較害羞吧 就不好意思主動下去 要什麼名字 地管 這邊 這碟子的牌還找我耶 沒關係 你就地管拿去 好 看要多少隻就去拿 沒關係 這樣看得出來了嗎 這樣看得出來嗎 顏色可以看得出來嗎 觸酸是不是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呈現出這樣的顏色的是 就是大概是什麼 紅 這怎麼會混在一起 這個是沒有顏色 紅色是對到紅色 對不對 這個紅色是不是對到紅色 那 因為我們只有一種 我們是不是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還要太早 還要第二種再來一次 喔 第二種的還要再來一次 我們是還有減嗎 對對對 我們還有減啊 對對對 這樣才能看得出來 兩個一起對 就對出來了 那個那個 那個他看 你要每一組去問問看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 就是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說這個有沒有 做起來有沒有問題 這樣子 沒有顏色 是嗎 沒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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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雪 如果 如果 如果是這一個 所以 這個 他 哇 這組好快 這組就是 就是這樣做 這很快 這樣子 如果是這一個指示器的話 他在超過 他是鹼性的時候 他可能是黃 可能是藍 對 那如果是他 這一個的話 他是 酸性的時候是黃 黃色 對 所以我們這個是黃 又藍 所以就是這個 對 這個在鹼性的時候 然後用很快黃 又可以藍 但是他很明顯 也是黃跟藍 可是那這兩個沒有啊 可是兩個都是黃跟藍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 這台是酸性的 這台是鹼性的東西 嗯 他 這一台的東西 是屬於 屬於這一邊的 來 這邊 這個是不是藍色 藍色 藍色在這邊 嗯 接下來那個呢 黃色 黃色 A的對不對 黃色嘛 那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那是不是 藍色是不是這個地方 比較清楚 是藍色跟藍色黃色 你說有可能是這個 對不對 那你也有可能是這個 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那你要再試啊 其他的是不是 有一個 因為這四個 只有這四個一樣嘛 那你要找有沒有適合的 那你這個 是不是已經確定了 這個 C已經確定是他了 對不對 D是不是已經確定是他了嘛 對不對 剩下兩個 你要怎麼來決定 這個是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 綠色是 這邊有綠色的那個地方 嗯 綠色的不會的話 要怎麼辦 我們可以再試著重新再試試看 再 我們不要低那麼多的指示劑的話 會不會顏色比較清楚一點 好 用這樣的方式再試試看 好 這樣子 謝謝 其實要寫嗎 不是 那個黃色跟綠色是什麼狀況 黃色跟綠 那個看起來有點綠綠的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可能是指示劑加太多 指示劑加太多是嗎 我覺得可能是指示劑加太多 對 你要不要重做一下 我是覺得應該只是 應該差不多 我們的弱檢的CH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概會落在這個綠 這個9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就可以看出來說 對 這個 這樣OK嗎 對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這個知道了 這個知道了 是不是 剩下這兩個 好 那我現在來說 這個知道了嗎 這個是A A 那剩下就知道了 對 剩下就知道了 因為 你太早進入科學家行列 小朋友可以多 可以帶小一點 不過太小 手太小了 對 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 不影響就好了 慢慢來練習 有沒有判斷上面的問題 PH值還不會寫 PH值 就要猜 那就變成說 我們是不是要用猜的 就說 只能說大於多少 小於多少 就只能這樣子 就變得沒有那麼準確了 這樣子 可是我們是不是還是可以 大概可以知道說 他大概是哪一個 可以對得出來嗎 可以嗎 這樣子 只要對出來就可以了 嗯 那滴呢 滴過來打 我會自己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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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綠了 看來是不是還有沒有變氣泡 有沒有看到有氣泡 對 因為我們那個小蘇打 碰到酸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樣子 酸鹼中和的時候 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樣子 可是它怎麼感覺黑黑的 因為它都弱酸 所以不強了 感覺不出來 感覺不出來 那就是這一個 那是不是確定就往中間縮 對不對 如果你假設是第一個的狀況 你倒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 應該變黃色 對 那是驗證的動作 這樣子 它這邊有問題嗎 有 它 因為就有兩個顏色 我們這兩個顏色看出來 可是這兩個顏色 對 那所以說我們要混合 要混合 因為我們這邊下面有步驟說要混合 混合就可以 因為你一定有判斷不出來 所以你混合就看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混合的時候 是不是有酸 有鹼 我們是不是就中和在一起 混合就會往中間靠 對 這個混合往中間靠 假設是綠色 大概就是它了 就是這個 所以你要混合才知道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這個地方 你混合以後有一個是 這個 這個應該混合 應該有一個 一瓶是紅色的 混在一起就沒有顏色 但很明顯 這就是靠中間 這邊就沒有顏色了 那所以它一定 就幫你再做一次確定 讓你沒有辦法判斷的時候 可以藉由混合來判斷 這樣了解了嗎 謝謝 這時候 這時候有些指示劑 並沒有辦法判斷說 它到底是哪一個 對 因為顏色變化差不多 可是我今天加進去 酸鹼中和的時候 你的顏色會往中間靠攏 往中間靠攏的時候 就可以藉在中間靠攏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你判斷的對不對 你說藉由指示劑本身 因為我今天 我是不是酸鹼中和了 因為我是同一種指示劑 加在同樣的瓶子裡面 一個是酸一個是鹼 可是有時候 還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那我就把它倒在一起 倒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酸鹼中和 那這時候它會不會 呈現中間的顏色 那藉由中間的顏色 來判斷你的判斷 到底是不正確 意思是這樣子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你們如果進行到 第二個實驗的時候 到時候那邊 朱老師的那個位置的地方 請看一下 下面那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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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二實驗的顏色 你可以看一下 顏色變化 藉由那個顏色 就可以判斷出 他們的PH值 大概是多少 那個有很漂亮的 彩虹的顏色 很漂亮彩虹的顏色 請你看 朱老師那個地方的 下面那一層 下面那一層 會有很漂亮彩虹的顏色 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 下面的下面的 不是不是這個 是第二個實驗 第二個實驗 這是第一個實驗 這是第二個實驗 這個差不多一吧 都很簡單 差不多一吧 這樣子 這樣是多少 沒有啊 就中間那幾個啊 不是淡藍就變成這裡嗎 對 藍的就是這個顏色 對 對對看 大致上對對看 你看顏色 顏色是不是一直往那邊 一直往右邊走 對 顏色是不是一直往右邊走 已經到 你看這個顏色 差不多這個顏色了 差不多這個 就是差不多這個顏色 這樣子 是不是差不多這個顏色 對不對 下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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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下面的 要看下面的 十三十二 紫色 它是藍色 綠色 綠色 看起來是不是像彩虹的顏色 對啊 這個是最酸的 然後再來變黃 沒有 老師 沒有彩色 那表示怎麼樣 已經差不多就是這個顏色了 它沒有再繼續了 它已經差不多就已經 就這麼剪了 所以不能再剪下去了 因為我們的剪不夠強 什麼東西 要很剪很剪的 它才會再變 才會再變 這樣不夠 可是你不是還有紫色嗎 對啊 很剪啊 我們今天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我給你的東西 要不要那麼剪 我覺得五百CC 沒有 還要再十七七 這邊有 準備要進第三組了 第三組 第三組的時候 那個什麼 不要用小蘇打跟醋酸 因為小朋友說 顏色沒有變化 對不對 來 我們有顏色有變化的 來 不要用小蘇打跟那個 你把那個拿兩個 拿兩個乾淨的瓶子來 來 一個是酸 一個是鹼 很強 來 那個 來 那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它比較強 你看上面的地方 如果在中間的部分 都不會變 沒什麼變色 所以我這地方就變色 就比較明顯 我用F的時候 變色就比較明顯 好怕 你要拿這個過來 對 對 沒錯 這個是不是差不多在這邊 黃色 是不是顏色不太變 對不對 嗯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是 這是第一組的 酸鹼中和 對 酸鹼中和的不在這邊 那個顏色就可以看出來了 這是 實驗二才從這邊看 實驗二 嗯 老公為什麼 這上面的 PHE應該是這個顏色 為什麼上面跟它比較 因為我們 一個是E 指示劑E 這是指示劑F 懂了嗎 嗯 嗯 這是不同的東西 懂了嗎 那下面E是 化學的東西 F是天然的東西 這樣知道了嗎 這個是實驗三的 嗯 這是實驗二的 你實驗三的已經做好了 再做了 欸實驗三的 我們會有 會有 實驗三的是下面 上面 實驗三是上面 對 沒有什麼變色是不是 都在這附近 有這樣的顏色 對 有沒有這樣的顏色 那是實驗三另外 畜酸是 對 那中間的顏色都沒看到 只看到 橘色跟橘色 大概就是這個顏色而已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欸實驗二是這個顏色 實驗二 實驗二是這個顏色 實驗二 對沒錯 實驗二是要看下面的 實驗二看下面的 對 因為你還沒有還沒有加嘛 這是醋酸是不是這個顏色 對 接下來你再要加完 輕氧化鈉 1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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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往這邊走 試試看 對 他們這打開是 什麼 裂掉 沒關係 就裂掉 就裂掉就裂掉 沒關係 總是會有 要換嗎 不要換啊 沒有東西換啊 那怎麼換 這是實驗二的是吧 是不是差不多這邊 在差不多地方 看到了嗎 欸 在哪裡 上面是 欸你們是用E還是用F的 E E是下面的 下面所以這個顏色 是不是差不多那個那個 那個10的地方 對不對 OK啦 上面 所以是10嗎 所以這已經接近什麼顏色 11 差不多這個地方 欸 欸 看到了嗎 你的藍色是 明明的紅色 有沒有 上面那一排的顏色 所以是不是 中間的顏色都變化都不明顯 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用天然 這個天然的指示機在做的時候 假設不變色 表示它的酸都很弱 鹼也很弱 可是只要變色了 不是強酸就是強鹼 這樣子 為什麼要戴眼鏡 戴眼鏡 噴到眼睛才不會受傷 懂了嗎 欸 另外兩種的顏色不好判斷 所以我是不是第一個時間 有請你們再怎麼倒在一起 倒在一起的時候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樣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的時候 我們的PH值就會往中間靠 那往中間靠的時候 就由中間的顏色來判斷 它到底是哪一個指示劑 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實驗 我是不是請你們把A B C D 四種指示劑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稱為廣用指示劑 那這樣廣用指示劑 事實上在市面上有賣這樣的試紙 這試紙就是用這樣的東西 用我們現在今天做的指示劑 四種混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弄成試紙 那這上面就有告訴你PH值等於多少 這樣這個一般在 一般的那種化學材料店 都買得到 買得到這樣子 那第三個實驗是說 在做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地方 我們這個右 各位的右手邊 在上面的地方 那個是用紫色高麗菜做的 我們原則上各位家裡 買一顆半顆紫色高麗菜 然後剝幾片葉子下來 大概50 可以聽我這邊講嗎 50克的葉子左右 然後配25毫升的 25CC的大概是那種高粱酒 米酒頭這種 不要是有顏色的酒 然後怎麼樣把它垂碎來 然後就可以變成怎麼樣 天然的指示劑 那你說什麼 例如說有那種紅菜 這些有顏色的菜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說它的變化沒有這麼漂亮 沒有這麼漂亮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的地方 你會發現說 它在中間的時候 中間的顏色都沒有什麼變化 表示說今天中間的顏色 這個酸鹼不會很強 所以說你只要紫色高麗菜 汁一滴下去 發現它有變成紅色 或是變成綠色或黃色的時候 表示它的酸鹼性很強 就要特別的去小心 他們的酸鹼度 這樣各位家長跟小朋友 今天不知道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第一次 來這樣操作 那不知道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現在可以提出來 就說那這樣子有沒有 至少可以有玩到一些東西 對不對 這樣子 那就是說 那待會我們就是說 會有問卷 我會交給你科學教育中心 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還是要拜託大家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 這個器具是一組一組 我們接下來 未來還有很多的家長 小朋友會來使用 所以拜託 一定要把它 稍微沖乾淨一點 然後每一組 每一組要 歸放回定位 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最後 要做的動作 然後就是請 拜託家長要做處理 那我們先等一下 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今天 我們化學的實驗 先到此這邊結束這樣子 然後謝謝各位家長跟小朋友 這樣子 好 我們謝謝廖老師 這個 其實我們第一次做化學實驗 就今天這樣的成績 真的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說各位大多小朋友們 你們今天的意見 對我們真的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第一次把家裡科學廣場的場地 拉到一個大學的化學實驗室裡來做 所以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稍微覺得今天還蠻幸運的 可以進到一個大學 那樣的一個研究機 做實驗 那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是蠻開心的 尤其是穿上這個實驗衣 不曉得是不是以後就可以進到白色巨堂 那戴起護目鏡整個就 哇就變帥了 所以麻煩各位參與的朋友們 給我們一些建議跟指教 讓我們下一次辦類似的這樣的活動的時候可以更好 那這是朱老師的一個小小的心願 那最後我們當然還是要謝謝我們廖康林教授 今天帶給我們這麼精彩的 然後這麼複雜 你看他準備這麼多器材真的很辛苦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代替課教中心來 謝謝我們廖教授 好 謝謝他請大家幫我們掌聲 謝謝大家 好 要拍照 等一下我們的拍照手 鼎晨 這個狗仔隊長不太靜止喔 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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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次謝謝我們廖康林教授 然後後續的那個收拾跟真理的動作 我們會請助教協助 然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前面來 可以再跟廖老師這邊再請教 如果剛剛實驗上遇到的任何的狀況 那有任何對假日科學廣場的建議或指教 也歡迎來找我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希望你們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午後 好 拜拜 再見 再見